中国女排新任主帅依旧没有选出 而巴黎奥运周期的女排队长人选也成为了一个未知数 不管是朱婷还是张张宁都有伤在身 而李莹营又太过于稚嫩 因此光阴主帅和队长的人选成为了中国女排球迷们关注的热点 此前中国女排主帅一直都是梁萍 蓝岛从2013年接手中国女排 目前已经8年时间了 由于冬季奥运会的惨败 蓝萍决定离开赛场选择了退休 因此女排的主帅人选就成为了很多球迷关注的头疼大师 而直到现在两个多月时间过去了 白鞋依旧没有能够给出一个合适的人选 主帅方面的事情已经让球迷们足够担心了 而在最近女排队长的人选也获得了很多关注 因为朱婷有伤在身 尤其还是这么严重的手腕人带自裂 因此在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里 朱婷都没有办法带队参加比赛 她也不能够再继续担任中国女排队长的位置 而呼声比较高的张长宁也有伤病在身 她的膝盖上问题也比较严重 之前已经动过手术 不过目前来看似乎是旧伤复发了 因此在朱婷不在的时间里 张长宁也很难过到赛场上 所以说她也没有办法担任中国女排队长 目前除了朱婷和张长宁 有资格担任中国女排队长的人选 还有袁星月 丁霞和李盈盈 首先袁星月应该是最合适的人选 她有经验并且还有老队员的资格 再加上她的沟通能力比较强 可以担任女排队长一职 至于丁霞和李盈盈则是两个极端 前者年纪比较大 已经是31岁的老江 很难期许担任中国女排队值重要 或者则因为年纪较小 经验不够丰富 担任女排队长之后难以服众 因此她们都不太适合队长的职位 总之还是希望朱婷和张长宁 可以尽早回归比赛 也希望中国女排可以尽快选出一位出色的主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